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我拍了那么多年的雨景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人造的还是后期的 轻轻松松从来不翻车 除了这次 原本计划的挺周密的 首先找到合适的场景 要有纵深要干净 然后找到给力的老朋友 帮忙人工匠 时间选择在日落后的十分钟 此时光线柔和 既可以保证整体细节 控制光笔 也利于让闪光灯融入环境 然后在日落前做好一切准备 等环境光移到位 马上摁下几次快门 走人吃饭 引不住了 好了好了被水了 然而我们也想到的是 水枪的雾化效果太强 从天而降的不是雨滴 而是水雾 不管用何种水压何种角度 都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 于是在我周密的计划里面 就多了一个不可控的变量 而每一次调节这个洒水的位置 角度力度的时候 闪光灯的功率 角度 人物动作 还有曝光控制 都得进行调节 结果计划中的每一个环节 都成了变量 这就像极了你换了避震 才发现如果要发挥避震的效果 还得同时购买可挑百币 可挑粒子串 加高抽头 等等需要大量时间去调节 去匹配的东西 直到最后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环境光消失不见 整场失败宣告拍摄 为什么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会翻车 不过经验都是在失败中积累出来的 像我这样的 12年云铁锻造工具人 现在还能积累出经验 那也算是一种收益嘛 总结一下 如果想要成功地拍出这张照片 我就需要获得控制天气的能力 或者放弃单张拍摄的方案 分别攻克每一个变量 然后合成到一起 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能这就是摄影的乐趣了 对于热爱摄影的人来说 我们需要的不一定是那个完美的结果 因为在自己舒适区里面拍摄永远不会翻车 但是不断地试错 不断摸索 哪怕最终结果和预期大降劲停 那也是一种意外之喜 有时候能不能有结果也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拿起相机或许只是为了找一个借口 和老朋友吃一顿饭 去新鲜的环境走一走 看一看